Hello, 各位觀眾, 早晨 今天一早就趕去嘗試新產品 我看Youtube, 有人介紹中山沙朗這個水果批發市場 有很多海鮮賣, 當然要走過去看看 去到現場, 大家看到 真的有很多海鮮 還有一些品種, 都比白糖頭那邊 可能它的檔口不是那麼多 但品種好像覺得它很多 現場有些花露, 九折蝦, 鮑魚, 海草都有 有些檔口就像魚缸一樣展示出來 有些雪場蟹, 龍蝦 也有的 自己控制不到自己的手 就買了一隻雪場蟹 這隻雪場蟹大概六斤鬆一點 老闆說一百五十塊一斤 就買了一隻 還有一些花露, 花露好像非常大顆 所以買了一些, 忍不住手 現場買這些海星人, 也比較多 你們看, 好像很虛幸 一個二個, 玩著一抽二抽, 走來走去 不知道這些是否在比對價錢呢 現在這個季節, 大閘蟹都比較搶手 見到不少檔口, 開始賣大閘蟹 有些小隻的, 比較便宜 也有些大隻的 當然, 吃是真的 不要吃那些, 無蟹之類 因為, 吃大閘蟹, 不只是為了吃它的高 還要吃它的味道 有時候買到那些蟹回來的話 沒有那陣蟹味, 感覺到好像非常失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 因為, 本地那些無蟹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吃到很多膏 好, 我們再去現場看看 這些檔口, 基本上都比較多人買的 時間關係, 買了一隻蟹, 買了一些花螺 然後, 再看看這些蝦 看到這些蝦都幾三眼 當然, 最後都是忍不住手 買了那些花蝦 花蝦的話, 其實 打算回去都是做白灼的 因為, 豉油黃的話, 功夫比較多 如果吃海鮮的話, 最好吃它的原汁原味 這裏還有一些螺絲蝦都很大隻 現場那些螺絲蝦, 普遍都是偏大隻的 還有些貴蝦, 有些紅蘇 這個當主說, 它的大閘蟹寫著10元一隻 見到我們買那麼多東西的話 就說8元一隻 即場海邊看, 每隻都爆高 這隻是公來的 但都爆高 當然啦 就幫襯一下它 不斷地幫襯一下它 拿十幾二隻 這些蟹, 一般外面賣多少錢呢 就不太清楚 但見到它 標價10元, 現在說8元一隻給我 見到它這麼有誠意 就肯定幫襯它 好, 我們挑選了20隻這些蟹 然後就打包回家 我們不是在附近吃的 因為附近現在的時間都已經6點多 差不多6點鐘了 我們如果在這裡吃的話, 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打算撤回家, 自己搞定它 這裏還有一些帶子 8元, 任選 現場因為收檔的原因 比較多東西 特價一點 有很多蠔 你們看蠔都幾下 15一斤 一斤我估計應該有 兩三隻左右 很大隻的, 手掌這麼大隻 還有這些龍塞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龍塞 就是水蟑螂 我們叫做廣東人的水蟑螂 這裏有一條碼頭魚 你有沒有見過這麼大條的碼頭魚呢 這條碼頭魚就98元 秤了之後98元這一條 這麼大一條 見到它這麼新鮮的話 這麼大條比較少見 又是忍不住手 再買多一條 老闆見到我們 光顧這麼多人 非常之開心 所以幫我們劏了它 切了它 它都沒有意見 洗得乾乾淨淨 蟹都催促我們要回家 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 即是說你快點咀我 快點咀我 這個意思 好, 接著我們就準備回家 咦, 慢著 走過一下 出來的時候 看到這裏有些 蔬果批發市場 嘩, 幾多的 瓜 真是, 這裡一嵌嵌 這裏的批發市場 真是幾虛陷效 但是我們這些小家庭 吃不到這麼多 買一條冬瓜包 可能吃一整年都不頂咀 現場還有些水果批發咀 水果批發的話 就可以自己試一下 試完之後 再跟它講價 好, 我們接著 起程回家 準備炮製它 這幾隻 這樣的 大閘蟹 江蘇大閘蟹 花蝦 這隻蟹回來 還生生猛猛的 大家看一下 是更精神的 所以不是死蟹 接著 下手、下腳 將它搞定 切開一件件去 先斬掉那些腳 然後就處理它的身 這些比較容易處理 其實那些蟹看得好像很大隻 但它們反應比較遲鈍 所以基本上它任由你再割 斬好一件件 之後 我們準備去蒸熟它 因為 你們看一下多新鮮 好, 處理得差不多 準備要下鑊 先拆掉它的殼 然後就 都要沖洗一下它 因為這些蟹 雖然比較乾淨 但都順一下自己 好過順別人 這些膏就千萬不要浪費 因為真的很正 用來用蛋白來蒸它 是非常之正的 這隻蟹就準備 一蟹兩食 用蟹割來做煮水蛋 接著這些蟹爪 蟹身 用來清蒸它 因為蒸它 比較原味一點 如果是煮它的話 煮到沒有味道 好, 我們這些 這些大隻蟹已經做好了 出來了 就是這麼小小的 就是白燜雞 這些花蝦 這些絲蔭 花蘿都整熟了 一隻隻都很大隻 這隻花蝦 你們看看 夠不夠大隻 這隻肉 非常之有彈性 吃起來很嗆嗆聲 最後的主角 雪腸蟹 拿出來蒸水蛋 和蒸熟了 非常之正 這隻雪腸蟹 這隻肉吃起來 有一種很滑的感覺 好, 今集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有什麼好東西 介紹給大家 或者你們在評論區告訴我 多謝各位